你看中国古籍 不要说多 这个清朝末年以前 哪一个文学作品厚土油 版权所有翻阴笔旧 没有啊 你们所看到的都是 欢迎流通功德无量 都是劝你去流通的 没有禁止的 这个版权所有翻阴笔旧 到民国初年才有 所以民国这个时代人苦了 扩脸了 不懂得修复 智慧这是法布时 你说得来的 真有诗心 诸子决定不可能有 版权所有翻阴笔旧 这个字样 这些 他得的福非常非常有限 佛门里面 现在有一些大德 也是粗心大意 疏忽了这段事情 自己的著作 也印上版权所有翻阴笔旧 把自己的发源断掉了 违背了自己的誓愿 誓愿天天还在挂在口皮上念 众生无边誓愿度 我版权所有翻阴笔旧 你度什么众生 违背自己的誓愿 你度的众生是有条件的 你拿钱来买我的书 变成什么呢 变成商品生意买卖了 哪里有发源 这样的心态 念佛不能往生拿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这么小气的人 我们自己学佛有一点心得 写出来供养大众 恨不得多印一些 赠送给别人 自己没有能力是印 别人印不是更好吗 我更省事吗 不准别人印 一定要自己印了卖钱 你说成什么话吧 这样的心态 念佛不能往生拿 世间 一个慈善的人 尚且不这么做法 你看看我们中国古时候 教学好的东西 都是详尽方法流通 我们平常很容易看到的 是这些大夫 他们有一些一般的 这个旧级的厨房 读印成小册子 也是欢迎翻印 功德无量 从来没有看到这些善书 善书 后面限制别人翻印 没有见过 中国人过去 没有这种思想 这种思想从外国传来的 外国人自古以来 接受的教育 是功利主义的教育 他要保护自己 唯恐别人侵占自己的权益 所以法律上定的很多 中国人自古以来 是受圣贤教育 圣贤教育 是希望一切众生 过过度能做生做贤 佛法的教育 是希望一切众生 造成佛道 怎么可能有限制 这是我们最低限度 要觉悟的 往年我在此地 尹培法师问我 怎么样能够做到法源出身 我告诉他 不是 无条件的 不是 无私的不是 你的法源自然就说什么 自己只要认真 落实佛陀的教诲 一教奉行 法源是自然殊胜 我讲经红法 四十一年 从来没有说是 拉一个信徒来听 没有过 我也从来不去撒广告 这是李老师教导我的 讲得非常有道理 我懂 他说你在外面去捡金 你打了很多广告 招来很多听众 头一天不错 大家上了当 被你骗来了 这一听 听得你讲的不怎么样 明天人就少了一半 后天又少了 你不就信息了 你自己信心就没有了 这很有道理 不撒广告 我头一天讲经三个人听 第二天讲经四个人听 第三天讲经五个人听 你的听众天天在挣扎 挣扎把我们的气就鼓起来了 这李老师教导我的 所以决定不可以搞广告 那搞广告的时候 你顶多是讲一次 你不能讲第二次 讲第二次第三次 你听众会逐渐下降 除非你真的讲得好 真的讲得好 也不搞这套 这是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 佛教是私道 私道是指温来学 慰温往教 绝不拉听众 听众是自己 他有真诚心 这就是印族讲的 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 他真能得利益 拉得来的时候 感情或者不得已勉强来的 没有恭敬心不得利益 这真正是过来人才懂得 才把这个道理传给我们 到处去招揽信徒的 这都是外国人的思想 不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教会 是我们东西的教会 是我们的人才的教会 我们我们在电视 nich 看的 我们就在网易 就是我们人 还请不得 我们讨讨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